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制作一个古剑 在制作古剑的时候,它有一些方法和一些技巧我们需要来掌握 首先我们先看到设计师提供给我们的CAD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古剑它是一个一层楼的一个古剑 然后在它的立面图上,它有一些翘齿的角和飞檐 然后有一些雕花 然后在这边有一些仿骨的门窗 然后还有一个立面 这个是背立面 然后有一个侧立面 立面齐了之后,现在我们再来看它的平面 在这里它只给了我们一个平面图 这个平面图是它的一个底层平面 然后它有一些ポリ面 在这里我们在做古剑的时候,首先要学会折地CAD 因为古剑的CAD的画法比较讲究 它的细节也会画得比较多 但是这些细节如果我们将它导入我们的MAX 会让我们的MAX运行速度非常的缓慢 所以如何来清理我们的CAD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示范一下如何来整理古剑的CAD 首先我们来整理一下它的侧立面 在整理侧立面的时候,我们先将多余的标注进行删除 删除完标注之后,同样的我们需要将它的填充物体进行一些删除 比如这个是一个砖的一个填充物体进行删除 当然这个是它的一个走廊的护栏 在这里我们可以保留 然后将它墙上的填充的花纹进行一个删除 在删除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一点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窗户 在删户的时候我们也要仔细的观察一下 它是一个带花纹的一个窗洞 在这里我们可以留下其中的一个,然后来进行复制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将边上多余的进行删除 到时候我们可以根据CAD来分布一下它的个数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保留一个图形就可以了 保留一个图形就可以了 墙上的填充物整理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侧立面的一个屋顶 在这里它的屋顶的瓦画得比较细 但是每一个基本上都差不多 除了它的两边是往上翘的 其余中间的都是同样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将重复的进行删除 保留一个作为它的圆形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两边的翘起来的角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只用保留一半就可以 其余的都进行删除 其余的都进行删除 这边删除好了之后 像这些地方的一些雕花 我们可以将它的花纹进行删除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运行的速度 所以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同样的这些不需要的线段都进行删除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些装饰的花纹 在这里我们都要将它进行删除 因为到时候会影响 在删除的时候尽量的仔细一点 我们都要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有钱 在这里我们都要在这个地方 把三个的转型里进行删除 也有点避免 在这里我们都要把几个角落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块 让我们看到它的转型 所以我们也要几个角落 但是它还可以 那么可以 我们要尽量将CD整理干净 看起来比较整洁 在这里他画了一个雕像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雕像里面的填充进行删除 到时候直接勾了他的外形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上一个雕像 在这里面的填充进行删除 我们要先用上一个雕像 在这里面的填充进行删除 在这里面的填充进行删除 但是我们有一个雕像 在这里面的填充进行删除 这边同样的将它的填充进行删除 这边同样的删除 这里面的填充进行一下删除 可能我们的这一个雕像到时候都要进行一个删除 因为它有太多的点和线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点太多到时候会影响我们的运行速度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它进行删除 到时候复制差不多的 然后进行摆放就可以了 同样的方法把这些东西都进行一个整理 这些雕花都可以不用 将它们全部删除掉 好了 在这里 被删除的我们可以退回去 仔细的来看一下 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将它进行删除 这个和左边的右边的这一个 而左边的这一个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删除 到时候直接复制就可以 这一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的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删除 删除之后大概的我们的这张CAD就清理的差不多了 然后是刚刚这个地方有一些雕花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删除完了之后这一张古件的CAD我们就已经基本整理好了 同样的方法我们来整理它的第二张 在整理它的正立面的时候 同样的将它的填充物进行删除 在这里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要将上面的这些雕像进行删除 同样的瓦片也要进行删除 还有就是它这些填充的格子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这些地方的雕花影响我们的都要进行删除 然后是我们的门 我们能看到左右两边的这个门基本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用保留它的一个其余的都进行复制 所以在这里整理的时候我们要将多余的全部进行删除 这样来节省我们的点核面 只用留个外轮廓它的门窗的大概位置 这样待会我们只用做一个 然后往右进行复制就可以了 这边同样的我们可以全部都进行删除 因为我们左边已经留了模板 好 那么 我们可以做一个专属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留下 要分析 中间的门同样的,因为它和左右两边大小不一,所以我们只用留一线就可以了。 然后将这些雕花进行删除。 然后将这些雕花进行删除。 在这里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它的屋顶的处理。 在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演示,就和我刚刚演示的撤离面一样,将所有的填充都进行删除。 像这种已经旁边留下来的模板就可以,这边就不用再留了,可以直接将它进行删除。 还有这些它的一些雕像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删除。 还有上面的这一些雕花。 在这里会影响我们到时候的一个制作,所以对它进行删除。 在这里我就直接来删除了,就不做过多的演示。 用刚刚的方法我就已经将我们的CAD整理好了。 在这里我多整理了一个Poly面,到时候我们在建它的屋顶的时候会有用。 在古剑的整理CAD的过程中,会相对于平时的那些CAD要稍微麻烦一些。 所以在整理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和细心。 CAD整理好了之后,现在我们就将它逐一的写块,然后导入我们的Max软件。 CAD的写块在我们之前的案例中已经讲过了。 在这里我也不做过多的演示,我就直接来进行写块。